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我們今天節目要做一個保濕餅乾 我們聽到保濕應該都會眼睛為之一亮 我們邀請到的是一位比賽的常勝君 他現在還是學生 是醒吾科技大學的學生 我們歡迎雅雲 嘿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好 好優秀的學生 妳現在是大二生大三嗎 大二生大三 所以在一兩年就畢業了對不對 對 沒錯 參加過很多的比賽 妳的強項是什麼跟我們講一下 現在主攻烘焙 蛋糕類或是翻糖 就是捏碩的那種翻糖 所以主攻這兩個東西 那今天節目上妳要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產品 今天節目是做蔓越莓寶石餅乾 寶石餅乾 所謂的寶石是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呢 它的餅乾中間的內餡它是藍莓醬 那感覺烤出來感覺就像寶石一樣亮亮的 喔 好期待 好 那妳等一下要把很多細節跟我們說 因為像妳們一直在做烘焙 所以妳們可能手很巧 然後所有的東西好像流程都會很順暢 可是妳要知道我們都是可能初學 或者是根本連對這些東西都沒有概念 所以等一下妳動作要稍微慢一點 好不好 好的 好 那怎麼做呢 好 那我先開始囉 我這個先把奶油 這邊是奶油 奶油跟白油 還有糖粉一起加在攪拌缸裡面 這個奶油是無鹽的對不對 對 這奶油是無鹽的 好 是不是我們大部分做烘焙都會選無鹽的 對 如果你還需要加鹽的話 就可能另外再加鹽 你知道自己調的鹽的量 好 所以一般烘焙的概念 大部分都會選無鹽的奶油 對 好 那這個糖粉需要過篩嗎 糖粉需要過篩 因為它其中 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雜質或是顆粒結粒的話 你要過篩才可以把它的顆粒過掉 這樣子你打出來的東西才比較細緻 所以品質會更好 所以記得糖粉一定要先過篩 那我這邊先開慢速 給它跟糖粉拌勻 先拌勻它是不是 對 因為它裡面有粉類 如果你一下就開快速的話 它粉會噴出來 那可是糖它遇到奶油它會不會融化 它不會融化 因為它沒有熱度 奶油這邊也是常溫或是冰箱冷藏出來的 所以它就先讓它打勻 等一下它跟糖粉拌勻之後 我們再開快速 然後打發 還會發是不是 對 還會再打發 它發的程度是會變軟 對 它會變軟 奶油跟白油一起打發的話 它的空氣跑到裡面 它會越來越鬆軟 就是會比較軟 所以你是要打到它軟的程度 對 因為你看剛剛雅雲好細心 它先留一點點 原本沒有打的奶油給我們看 等一下它打到好的程度 我們就來做一個比較看看 這邊粉已經跟奶油拌勻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開快速讓它打發 這邊可以讓它稍微打一下 大概要打多久 大概打兩三分鐘左右 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過程中它會黏在我們的攪拌缸的缸壁 對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停機 然後稍微刮一下缸 對 讓它可以就是更均勻對不對 對 因為它黏在缸壁的會打不到 對 所以我們就要刮缸 讓它每一個奶油都會打到 這可能會不會跟我們的量也有關係 對 你如果是打大量的話更需要刮缸 對啊 是 要更均勻 所以現在就可以用快速繼續讓它打 對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先把三個粉類加在一起 一個是高粉 這是高筋麵粉 對 高筋麵粉 也是要過篩對不對 對 高筋麵粉可以不用過篩 B粉的話就需要過篩 為什麼 因為高筋麵粉它本來就比較細緻 對啊 然後跟奶粉 還有我們的麥玉莓粉 可以先混在一起 奶粉是任何奶粉 任何口味 不是有分好多口味嗎 比如說有成人的 高質的 脫質的 然後有嬰兒奶粉 都可以 都可以 那個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好 對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稍微 先把它拌勻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就只要把它粉類拌勻就好 對 然後拌勻之後 等一下這個我們是要把它 再加進去再繼續打 對 好像感覺不是很難對不對 好 這邊可以再刮缸一次 讓它打得更均勻 好像有變得比較白 可以先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狀態 對 好 我們來弄個比較圖好了 好 這個是中間的 中間的 真的有變比較白 所以雅雲很聰明喔 直接放在白色盤子上面 讓我們比較 然後等一下還有一個 完成版的對不對 對 欸 那我看到你蛋為什麼不加咧 蛋的話要先等這個打巴 再分次加入 讓它拌勻 喔 所以不可以現在加 對啊 這個餅乾我們裡面還有加了蔓越莓粉 那這個可以依觀眾的個人需求 可以加什麼天然的粉 都是沒有問題的 對 也可以加入藍莓粉 紅橘粉 看個人想要什麼口味 那你今天是因為你是要用蔓越莓果乾 所以你加了蔓越莓粉 對 我就搭配起來 然後蔓越莓粉打出來的顏色 比較偏粉紅櫻花的顏色 我覺得滿漂亮的 所以採用蔓越莓粉 女生大部分看到粉紅色 都會有一點點就是迷思自己 然後還有一個是 特別提醒大家 其實蔓越莓 其實它對女生的蜜藥道系統 其實是很有幫忙的 這個是有實證的研究 那所以女生其實除了多喝水以外 也可以偶爾吃一點點蔓越莓乾 對 然後它可以促進你的 那個泌尿道的一個 就是比較 狀態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可以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完成的嗎 差不多了 已經這個叫做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它擺在最旁邊 可是應該跟中間的差不多 因為它剛才中間的其實也已經快好了 所以看著差別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對 所以我現在先把它刮到中間 可是它是到現在這個程度 是你認為已經是好的 對 摸摸看好了 你可以摸摸看打發的跟一般的奶油 對 就會有差別 這三個階段這是一般的奶油 然後中間這個稍微是在中間一半停下來 然後這個是最後比較完成的時候 這摸起來就稍微比較軟一點 對 因為它空氣已經拌進去了 那我現在要分次加入我們的蛋 全蛋 不會很甜欸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的配方有調過囉 有 不錯 真不錯 現在有時候在外面買的餅乾或是什麼 其實它甜度有時候都太高 對 那如果是我們自己做 其實是可以稍微調整的 可以稍微調整的 它的每個配方都會有一個百分比 不知道觀眾我們了不了解 就是它的每個配方的百分比 都是有一定的百分比 那你如果想要減糖量 你可能就可以重算一次百分比 讓它的糖量補到其他的材料去 這樣做起來才會跟原本的成品一樣 只是它的甜度比較降低 所以你意思是說我不能 我剛才想說我可不可以糖自己減半 就好像我去買飲料變半糖 不可以 你糖減半其實你要把這個份量補到別的地方去 對啊 哦 懂了 懂了 那我把剩下的全蛋全部加進去 所以雅雲是分兩次加對不對 對 為什麼不要一次加 因為它要讓它乳化 就是跟奶油 白油拌均勻 那你一次加的話 它拌勻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你分次的話它比較均勻 所以分次一次大概一半左右 然後這個是大概40公克 對 那大概40公克 對 一半左右先讓它打 打到勻的時候再加 不會一次全部加進去的時候 它那個飽和度太多 反而會打不進去 一樣讓它拌勻 所以現在有機器還真好用 對啊 如果沒有機器就要手打吧 你當學生應該就有機器了吧 我當學生就有機器了 都是用機器打 好 那這邊已經拌勻了 然後我就加入我的粉類 這一缸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葉子上面 就可以知道了 那個顏色 有比較黃是因為我們加了蛋下去 對 然後現在把我的粉倒進去 全部一次倒 全部一次倒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子是要把它拌勻還是說又要打到什麼程度 拌勻就可以了 拌勻就可以了 對 這款餅乾比較基礎 所以觀眾們在家都可以自己做 有聽到喔 常勝君說的基礎 就是對我們來講就是 一點點小挑戰 所以是可以在家裡試試看的產品 放下去還是要用慢速的喔 對一個一樣又下粉了 粉會噴出來 沒錯 所以急不得喔 每一個東西你看蛋要分次對不對 然後所有的粉類要先過篩 那你倒粉的時候其實是要從慢速的開始 那這些小動作其實都會關係到你 就是在做餅乾下來的所有的品質的問題 哇 它放下去之後那個粉紅色就看起來又更深了 所以拌勻就可以了 對 拌勻就可以了 讓它粉吃到裡面就可以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起來了 這樣就已經完成囉 對啊 等一下就剩擠出來了 真的是拌勻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上面的刮下來 那我看到有一些比如說在我的刮勺上面 或者是這個葉子上面好像還有一點點奶油 沒有拌得很勻那怎麼辦 那個就是你用下來的時候可以再攪一攪 或是你把它就是在我前面有刮缸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葉子上的也刮下來 然後讓它再拌勻 這樣會更均勻一點 如果沒有均勻會不會影響到整個品質 可能你擠出來的時候那一塊就會只有奶油 那你烤的時候那一塊就會直接融化 對啊 所以這就是失敗的原因 所以大家應該要稍微注意一下 雅雲有沒有做過失敗的產品 有可能就是這款餅乾的話 如果你前面奶油跟白油的地方沒有打發 因為它是屬於擠出的 就是我們要用花袋 然後用花嘴把它擠出來 那如果你沒有打發的話 它就會非常的硬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擠出來 所以就會像我中間這個 這個摸起來確實它是硬的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 他打的時候可能只是拌勻而已 就是奶油 白油跟糖粉只有拌勻 那你摸起來就會只有像這個 就是一般的奶油一樣硬 那你擠的話就會非常難擠 所以這樣子就會所謂的 就是像你講的失敗的產品 你除了難擠 可是我還是硬擠它 假設我也擠出來 那吃起來口感會不會不一樣 它會比較硬 它其實也不算失敗 其實還是可以吃 比較硬 只是口感就沒有這麼好 對 那我們白油跟奶油的話 白油為什麼會混兩種油類 因為白油它比較鬆酥 對 所以你加白油 你出來的餅乾會比較疏鬆一點 口感比較好 那你如果想要全部都用奶油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 奶油比較香一點 只是它的成本相對就會提高 是這樣子 那也一樣會很酥嗎 就沒有白油那麼酥 沒有白油那麼酥 所以口感會有不一樣 不過觀眾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口感 然後去做一些調整 那雅芸跟我們解釋很清楚 就是加了白油會比較酥一點 如果說你不喜歡白油 你就是喜歡奶油的香味 你也可以全部都用奶油 可是吃起來就會比較沒有那麼酥 對不對 好 那我幫你拿盤子 謝謝 那我現在把它裝到擠花袋裡面了 擠的話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技巧 就是如果你的麵糊量今天太多的話 你可以稍微只抓一小包 這樣子你在你手掌的地方就不會那麼大拖 你就不會不好施力 掌握度比較好 對 掌握度比較好 然後這裡可以捲一捲 它這邊就會捲緊 就只要擠這邊就好 那擠的時候我是以繞圓狀為主 就是螺旋形 對 就繞成一圈 然後中間的那個距離大概要多大 你說兩格的距離嗎 大概是 就是一個餅乾的大小 它不會攤太大 但是還是要讓它留一點間距 才不會黏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曉得 中間它會膨到多大 所以中間可能間距沒有抓好 到時候餅乾可能 就是烤了之後全部碰在一起 那烤起來就不好看 所以這個雅雲中間 控的大概有至少一個餅乾的大小 沒錯 那第二排就是在它的間隙那邊 這樣間距會比較大一點 這個擠花應該是要練的 對 這個要常常擠 才會擠得比較平均 然後因為這款餅乾它屬於比較硬 所以擠的時候可能沒有這麼好施力 對啊 所以手勁沒有這麼強的人 可能比較難擠一點 你這樣講我就很想來試一下看看 要試試看嗎 好來我試試看一下 你可以抓這個小的地方 抓這樣 然後這樣擠 那你就可以比較到 欸還真的有一點要 欸我看還是你來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 像主持人覺得這個擠的 可能沒有這麼好看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纏起來再倒回去 這個是可以挖起來的 沒有問題 沒關係這個就等一下可以對照一下 對啊 那你收尾 我懂了 雅雲從中間開始畫圈 收尾也把它拉到中間來 對啊 對不對 這樣它就不會有兩個 是 對 一個頭一個尾就比較不好看 那這個我看還是挖掉好了 是這樣挖嗎 對可以挖掉沒關係 可以嗎可以挖掉嗎 對可以 來可以把它放進來 對 如果這家擠得不好看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對重新來過 砍掉重鍊 但是這一款餅乾也不能讓它 等的時間太長 因為它加了粉之後 它就會開始收稠 慢慢的越來越硬 所以你要在剛打好的狀況 就要開始擠了 對 一擠好快速 就趕快讓它進烤箱 對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等太久 是 你所謂的太久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概念 比如說是半個小時之內 還是一個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 你打好 就是加粉打好之後 差不多十分鐘 就會慢慢開始變硬了 喔 十分鐘而已喔 所以稍微要注意喔 還是可以擠 只是需要更大的力量去擠它 它就會變硬了 對啊 因為可能會不會是奶油 它可能會 因為它的 它的粉類 對 因為它的粉類會吸收它的水分 它就會慢慢的越來越收稠 是 你看我們這樣子的份量 剛好擠出來也是一大盤 對啊 哇快完成了 好 那這樣子接下來呢 就直接進烤箱 中間我們會需要 用一點水 然後沾一下中間的部分 好 沾水 水來囉 那沾水的原因是為了不讓它黏在你的手指上 你沾一點水可以防沾黏 所以你可以在它中間輕輕的壓一個小凹槽就可以了 順利壓個凹槽啊 對 那你那個地方不就是要放這個的 沒錯 就是放我們的藍莓醬跟蔓越莓乾 還要藍莓醬啊 我以為只有這個寶石給它放上去 這看了其實還蠻想拿起來吃的 因為蔓越莓乾嘛 對啊 對女生很好 蜜餡 如果觀眾朋友們 想要用不同口味的果醬或是果乾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都可以一個人的口味調整 我發現喔 雅芸你們這樣子擠 然後你開頭的時候在中間 然後往外畫一圈 最後又把它縮回來中間 可是你現在手壓了中間之後 其實它中間的那個原本 收口就不見了 對啊 這樣就會比較漂亮 聰明啊 那它等一下應該會稍微變大一點點吧 它會變大一點點 哇這螺旋擠出來還真漂亮 蔓越莓粉加下去之後它就會 就是整個呈現是粉紅色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擠上我們的藍莓醬 對 那不用太多 就擠中間的一小塊就好了 那擠了之後就放這個嗎 沒錯 這個我來放 好啊 放上去就好了嗎 放上去就好了 一個放一個就好可以 一個放一個 沒錯 這個簡單的不會失敗的我來 我幫你擠這邊 你比較好放 把它平放就可以了對不對 可以 這個果乾這樣子放其實也是 看起來挺好的 就是中間有一點點果醬 所以到時候咬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果醬應該還會在吧 在啊 就會有不同的層次的感覺 你先吃到餅乾的酥松性 然後再吃到果乾 然後再吃到果醬 對 真的 這個方法真的是不錯 好聰明 那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你們是就是 需要自己去創造一些 就是新的一些產品嗎 需要啊 像這個它本來的口味是原味的 就是沒有加蔓越莓果乾 也沒有加蔓越莓粉 那我是想說 就是可以讓它特別一點 比較跟外面不一樣 對 所以才會加了蔓越莓粉 跟蔓越莓果乾 所以原本最原始 這個的名字叫做什麼 就是保時餅乾而已 對啊 所以你們發揮了一點創意 就是加了果醬加果乾 沒錯 那我們現在進烤箱烤 對 現在就可以進爐囉 好 大概多久呢 就是烤 要烤多久 它溫度大概是 一百八 下火一百八 下火的話差不多是一百三 或是一百四左右 對 一百八跟差不多一百三 對不對 沒錯 然後可以先烤十分鐘 要換邊嗎 要掉頭嗎 可以先烤十分鐘之後再掉頭 總共差不多十二到十五分鐘 你如果比較擔心你的烤箱 它可能上下火比較熱的話 你可以先調八分鐘就好 這樣子比較常去看它比較不會好焦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看家裡的 就是烤箱的整個狀態 那自己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差不多八到十分鐘以後 我們再回來囉 嗯 好 欸 出爐了 對 出爐了 那我跟大家講解一下 你這個出爐的時候啊 它熱熱的要稍微讓它放涼一下再吃 會比較疏鬆 如果是熱的吃的話 你會感覺它好像軟軟的 好像有點沒熟 對 但其實它放涼之後就會變脆硬了 喔 然後它中間就感覺像寶石一樣亮亮的 欸 這好像以前我們那種 那種就是洗餅裡面的 對對對 有點像伴手禮 我們都喜歡挑這種 上面有一點暗狗的 然後有一點東西的來吃 對對對 比較好吃 好期待 把它擺在盤子上 很香喔 它烤出來就是中間是粉紅色 旁邊還是會一點點咖啡色 對 因為它還是有下火 對 下火開的話它就會有點微上色 哇 這個叫做 蔓越莓寶石餅乾 上菜囉 這真的好像西餅 對 我們小時候最喜歡挑這種 然後中間一吃下去 其實它是QQ的 我來試試看 不便宜 不便宜 滿有層次的 嗯嗯 然後酥了 然後最喜歡的是 我覺得這個粉紅色的螺旋造型 是我覺得最喜歡的 看起來整個好精緻的感覺 那下次如果再用 其實有沒有什麼可以提醒我們 就是上面可以換的東西 可以換成葡萄乾啊 或是一些堅果也可以 如果喜歡夏威夷豆 對 或是一些南瓜籽啊 或是核桃都可以放 漂亮喔 看個人喜好 嘿 可是你看 考試嘛 學生當然就是要接受這樣子的打擊 那如果我是放那個堅果的話 我怎麼把它黏在上面啊 你也可以擠一小坨就是果醬 你可以果醬搭配堅果 喔 果醬 然後最重要是要把堅果黏在上面對不對 果然是有得過獎的學生就是不一樣喔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雅雲 帶給我們這個叫做 蔓越莓寶石餅乾 非常簡單 而且你把它做起來 如果我放在家裡這樣子可以放多久 可以放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大概可以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你看粉紅色多漂亮 但是不能太潮濕 如果太潮濕的話 它就會變比較軟 所以我可以用那個密封罐放起來 然後就直接大概可以保存一個禮拜左右 所以你一次做起來 應該也不用一個禮拜 我覺得兩三天應該就被全部的人解決掉了 對不對 發好點心 對 再一次謝謝雅雲喔 這個非常成功 而且簡單好做的一個保實餅乾 大家動手做做看 蔬食夠健康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